以下節目含粗言諭語 只適合成年人收看 18歲以下人士 請在家長陪同下收看 敬請留意 這就是歡樂滿東華的籌款節目 這兩塊我剛才說打相給他 打相給一塊給他 吃就吃點瘦 當然不浪費 你不要以為我會放生 我放生保安就放生他 如果有一個人可以陪我吃肥膏 他會很開心 也會很感激 不是因為我吃完會怕死 是覺得這麼滋味的東西 是應該要有同道中人 要有滋陰人在這裡吃 很多人都知道我很喜歡聽林志源唱歌 但林志源都說我唱得好 也有滋陰會欣賞 我都很想有一個肥豬肉的人 我都很想有一個心得欣賞這個肥豬肉的人 和我一起吃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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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 剛才你吃到這個 如何 其實很好吃 其實是酒肉 是酒肉 是 因為醬肉 對 我覺得 如果東波肉就更加好 為什麼呢 東波肉的體積厚 方形的磚頭這樣,整個洞進去那一刻 人間就像一碗油堆進去那一種 然後那些肉都化了,更加棒 就是為藝術而犧牲,很久沒說過這句話 為藝術而犧牲,終於都要來了 沒有手足,沒有阿俊,沒有集賽,什麼人都沒有 我要硬緊去,OK?我來了 真的好吃 我要爬去,我有東西彈 其實在樓沙興旁邊想爬 他們在這裡嘗一下我 我告訴你,真的有東西彈,不夠厚 你同一個份量,切少兩片,厚一點 即是有你的藝術手指的厚度,吃下去會更加大滿足 現在你只不過是這個碟的厚度 所以你吃下去,那個質感就輕輕還差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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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裡,劉家煙燻雞 剛才呢,那隻碟是更熱的 阿翔一來到就跟我說,小心點熱的 好,來吧 你覺得它像不像煙燻雞 它呢,我們在大宇宙裡拍攝 得龍 得龍是太爺雞,不像煙燻雞 有沒有印象? 對了,我看一看 OK,有燻燻味的 不過,它用了好像豉油雞的做法 就不理了 這些環境,它這樣做法 這些雞就一定是熟了 很少說會做到九成半 因為它燻燻完 再拿去浸 再拿去浸 你說它不熟了也很難 但是吃下去又沒有那種雞味 我突然覺得 我有個看法 我吃了這個雞 我那時候釘了一樣東西 可能呢 這裡的老闆呢 是以做私房菜起家 自己又懂得吃 又不懂得吃 又不斷地把這些菜改良 而再改良 我是從吃這個乳鴿 到吃這個雞 是令到我有個想法 就是什麼呢 明明魚鴿已經做得很好 但要加酒去浸 就是加酒去浸 明明這個雞 吃下去已經是有煙燻味 但它偏偏用豉油雞的浸乾做法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德龍的太陽雞 皮是帶一點脆的 帶一點乾身的 但是呢 如果是吃開的皮很簡單 都是我手中的M.C 他就是德龍的粉絲 其中是 這個太陽雞 它會吃下去 皮是會乾一點 但是 還未至於是煎雞 但是 你會吃到 爽 大硬一點的爽皮 這些是軟皮來的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吃下去有一點點多了 因為 我想吃燻雞 應煙燻雞 但是如果你問 吃下去有一股 豉油雞的味道的話 我就會覺得 不是不好吃 不是不適合 我覺得是 有一點點 不知道 不是經常添足 可能會有人這樣想 但是我會覺得 是 花巧了 對 花巧了 很紮實地做好一隻 豉油雞 或者很紮實地做好一隻 豉油雞 或者很紮實地做好一隻 其實都是一件事 就等於 很紮實地做好一碗雲吞麵 或者煮好一碗粥 都是一件事 而不需要想太多花筍 這裏有一樣東西好 它有雞雜筋 它就是跟雞筍 雞缸 沒有跟雞腸 如果有跟雞腸 我就會教訓 因此 雞肝是全熟熟的 最熟熟的 那種都熟熟 不要說漢花朱潤麵 或者潮貝館的鵝肝 不是那類 但一點都不冷吃 因為吃下去有煙燻味 很重的煙燻味 我想吃雞腿 雞腿比雞腿出色很多 雞腿沒那麼甜 吃下去的感覺是非常好 兩個老闆來 吃完了 是在網桌上買的 我也是很順暢 這隻雞腿非常好 幫它加很多分 點精 我教人吃雞腿 當然要吃雞腿 雞腿要爽脆 才好 很漂亮 一會兒是起渣 但我已經是人渣 怎麼做人渣又怎麼做呢 男人蠻壞的食物 我都蠻壞 除了女人做雞腿 還沒去買白粉 我都蠻壞的 我都蠻壞的 沒有起渣 吞得到 熟了 但不是爽的 雞腿 都算是做得好 但是 我會挑它 是 開始偏老 而且真的要挑它 我覺得 是 其實不需要 不需要 兩種做法的雞 所以我會把雞腿放在一起 豉油雞和雞 放在一起 有少少 有少少 是 不知 定位你不得 你不是沒有特色 你是有特色 你不是不好吃 但是 那個神髓 我捉不到你的用神 究竟是 因為 吃豉油雞 比雞皮 和甜度 但是吃燻雞 是要吃 雞味 和淡淡的煙燻味 豉油一偏濃 煙燻一偏淡 所以 我的用神捉不到 所以 就等於 你的乳隔 你拿走 去浸 再拿去 snow cook 中文的軟隔 應該是吃肉香 還是酒味 我就不聽了 好了 又提提給阿翔吃兩個雞 接著我再說最後一件事 好了 那 我就當阿翔我了 阿翔就說 這隻雞 他都很喜歡吃 他喜歡 有煙燻味 有豉油雞的味 就是很膠雜的味 他喜歡吃這麼複雜的東西 他喜歡吃這麼複雜的東西 你是不是這樣 雞肝如何 好有味 好有味 當然 非常之好 好了 這個 蝦子柚皮 OK 來吧 吃過柚皮嗎 你 我先吃白飯 吃過柚皮 我先吃白飯 現在吃白飯 一定可以切 一碗是珍珠米,一碗是珍珠米 要選一碗,一碗是一碗 沒有了二碗米,為什麼我會選二碗米呢? 因為二碗米是本地的,我當然想吃香港出的米 我們是三粒新香港人渣,當然要吃三粒香港米 但沒有辦法 吃一碗,蝦子吃一碗 先平一碗 這碗米是八多元,沽寒了 沽寒了什麼呢?蝦子不是很多 通常吃蝦子,蝦子就像鑊撈到周圍 好,謝謝 不客氣,不客氣 我為什麼連白飯都要吃? 會這麼說清楚的柬埔寨香米呢? 等一下再說 先平一碗蝦子 油皮很少吃,其實不太知道為什麼 如果女兒會有心得 為什麼女兒會有心得呢? 那些女兒最怕遇到渣男 OK,對不對? 你是不是渣男? 我不是 你不是 吃過女兒,但又不是渣男,對不對? OK 油皮最怕有渣,所以女兒會特別厲害 我相信,這些是難究的 吃下去呢 如果油皮有渣,大苦澀的話 蝦子多多,多漂亮,全部都是多 好痛 它夠透 不算有渣 但是蝦子太少了,就不夠香 為什麼要用蝦子呢? 因為蝦子是用來把柚皮最微的苦澀味 因為無論你怎麼浸都好 柚皮都會有一點點澀 像橙皮一樣 比如吃橙皮的時候 吃橙皮都會有一點苦澀味 蝦子是用來幫你去的味道 帶香 不然為什麼要灑下去呢? 吃下去的味道,還不夠化 沒有渣 但是不夠化呢? 不是 我覺得是不夠化 看看它的密度 還是很密的 不是說吸到很盡 很夠化 我覺得呢 三個月分 這個分數比較低 不是要大屌這個菜 不是 至於有些食物 非黑色白,還有少許灰色地帶 這個只不過是未做到高水準 只是很普通的 很普通的 大老的食物 如果可以再 那個柚皮呢 透一點 再索一點 因為呢 為什麼這樣說呢? 給我這裡看就行了 不用我咬 我剛才用汁鏟鏟鏟了 這裡是未碰過汁的 看到嗎?很乾 看到嗎? 看到嗎? 相對地 兩邊比較 因為醬汁比較滋 因為醬汁比較滋 沒有醬汁是很乾的 其實呢 味道不夠透 油皮味道不夠透 再加上蝦子不夠香 這個菜是普通的 不過耳 先看看 給阿翔 吃一口小吃的油皮 然後呢 我就要說一下 這碗飯 OK? 看下去呢 飯呢 都是一粒粒的 煲出來 這些電飯煲都不會太差 但是這裡呢 這裡呢 面頭呢 如果看一碗飯 是否漂亮呢 面頭呢 就 只不過是表面而已 真的看在鏡頭下面 因為呢 面頭還可能風乾了 裡面呢 因為困住水器 在這裡呢 就看得到那些飯有沒有糊 有沒有爛 有沒有摘死 因為呢 其實整件事呢 就是 從 落米 落米 落水 洗得乾不乾淨 很簡單 米的 每種米的質地 瘦的水分是不同的 你洗得乾不乾淨 就見機器 煮出那些飯的顏色 還有呢 你每一煲飯煲多少呢 也有個極限 你不是說 譬如一個例子 這個電飯煲可以煲10米米 這樣才算 你煲10米米的話 一定出事 一定出事 你只能煲到7米 8米 你就一定要停 因為你不能下下 去到margin 那位 煲完之後呢 你什麼時候要打開蓋 散一散 散一散水氣 讓你不要困住 我用廚房的角度 你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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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你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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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不同了,當潮流轉變了,可能有些大型的電飯煲或漂亮的電飯煲 舊式的做法有些不同,我來試試 這個香米,吃下去的糯度,糯不是糯,不是焦了糯,很糯口 有些趙頭,有些起勁 但我覺得,不知道翹翹有沒有試過 如果是在空口吃白飯的話,可以有些甜味 這個甜味,真的會有些甜味 就不算很粗糯,比一般吃的,像翹翹太過鮮苗 就沒有那種味道 但有一股米,米的香味挺漂亮 這個必須這樣說 米的香味,除了趙頭比較糯 如果是比較糯之外,米的香味也很足夠 起碼煲得不錯,不太差 吃下去,我看一看 這裏,碗底外的飯,剛才我吃的那裏 還是很粒粒 整碗煲飯都不是很弱雞的東西 你問我,如果真的有那些美麗的白飯 其實,空口是可以吃得到的 而我自己曾經,十多年前 蘇斯瓦在友善電視當時做一個飲食評論節目 他說他只是一個飯桶,可以空口吃白飯 然後我還記得,當時有人叫他說 不是的,我這件事真的認同 就等於雞有雞尾這句話我都認同 這碗白飯,是可以空口吃得完 還有,因為怎樣 你想那個香口,軟爛度和米味 你會慢慢吃一吃一吃就不覺得 我覺得這碗飯好像28元一碗 這碗也不算太貴 因為你現在出來,求人家找一間酒樓 賦香,賦香都十五元的飯 如果我當時有些麥頭的級數 就收你一倍,都可以接受 好了,先說了這麼多 我們現在和阿翔放飯,慢慢拌飯 因為這個醬汁,我相信這個醬汁 會非常好吃 我亦都在鏡頭面前再做這些事 我和阿翔慢慢吃飯聊天 待會兒拍完結尾 好了,吃完一頓飯 阿翔,你覺得如何? 滿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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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這頓飯是一千元多一點 五百元一位 我又覺得OK的 我不再詳細去說了 我只不過覺得 例如劉先生 你平常看到 或者什麼人看到也好 我覺得 你可以做一些樸實無華 花範圍簡 做一些最環原基本部的事 我覺得 你的班底足夠功力去做 已經可以做得很好 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 花椒可以去減少少 或者做得更加好 這頓飯其實我都頗滿意 那為什麼我選這間店呢? 其實我本來 就是今晚和阿翔兩個 撐桌腳 那女人不追了 就追求阿翔兩個拍拖 我就想去吃金蠔的 怎麼知道 一找 老友過了時節 我唯有 我找了幾間都沒有 結果就 好啦 爭著阿翔先 年尾爪掃 就算 立肆為照 希望先開一張支票出來 我說我的話 全程部都是支票 就算這個節目完了 我私人都可以去吃 那就好 多謝大家 希望大家呢 就支持 汽車這邊的食家 希望大家呢 都繼續支持MIHK.tv 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看你的廣告 加上香油 還有訂閱我們的重溫計劃 這頓飯呢 就是我有少少驚喜 但是呢 就未知很大 但是我也覺得 嗯 我覺得這樣說 長多一點 我本來的狀態就不是很夠的 就是有少少放了工來拍 有少少傻傻的 有少少傻傻的 有少傻的 其實我也多謝這個保安 這個保安呢 是把我那個神上事數 一下子 噗 噗了上來的 我個人呢 即時呢 是噴了出來的 其實阿琦剛才在樓下 你撞到我那一刻呢 其實我是很普通的 但是呢 當我和保安間了兩嘴之後呢 他人都醒了 可能 以後每次拍攝呢 有些人呢 幫我提實的話 可能會好很多 那大家有福了 那就好 下集見 拜拜 好香 好辣 好味啊 一百萬辣 哇 新鮮的印度鬼椒 真是那麼厲害 糟糕了 回不了頭了 不想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 快點上來這個網址 付費之後呢 可以重溫我們精彩的節目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和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 你們的支持對於我們來說 是非常之重要的 如果想要支持我們MIHK.TV持續發展的話 歡迎大家捐款來到我們MIHK.TV持續發展基金 我們呢 就會製作更加多更加多精彩和高質的節目給大家